哈喽,大家好,今天讲一个感性一点的话题是怎样呢? 就是这个傻佬,最近有一本书就出版了 这本是我三年碰别书谈,因为过去三年前我有一本书死了 不要紧了,我继续努力耕耘 三年之后我重新有一本新书出版了 我这本书是希望大家有一个脱胎换骨 因为我已经是由心出发去否释自己 所以书名叫做什么呢?梦醒痴人风雨昭 就是说我今年七十了,我做新闻做了五十一年 过去是一个好像迷梦里面,那时候几红 所谓红就是思想红 但是这一个血红的梦,就是迷梦来的 是突然间,或者慢慢慢慢爆破 我称之为惊吓的爆破,令到我自己都害怕的 所以这本书就叫做梦醒痴人风雨昭 这个风雨不是风风雨的风雨,而是说风颠雨烟的风雨 大家看看画面上的字 我里面有一个副题,副题叫做半世纪时代悲恋 因为我做新闻做了半个世纪有多了 我看到整个大时代的变化 但是从一个血红的梦变到惊刻的爆 那里面那个波浪起跌,真是我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所以是一个时代的悲恋 我现在待会所说的,不是纯粹介绍我本书 而是透过这五十年里面的时代风云的转变 来看看过去,眼前,未来,世界和香港究竟是怎样的 在海外的香港朋友,当然他们很关心香港 楼下的朋友,即是楼下来的朋友 现在叫楼下,不是楼上楼下的楼下,是楼下来的楼下,楼下 那朋友又会问了,可不可以楼下又努力 然后是希望重现,这个努力是指很用心和平去做事的 有心人是引号的,你不要乱想的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主要是反映这个这样的个人心情和时代的跌当的 那里面我集中了有几样东西,有五样东西的 第一样东西就是讲我五十年的人生经历 那我这本是用诗、歌和词来表达,可以唱的 大家记得我里面有很多月曲的,是吧? 那大家拿来看看,如果懂唱的可以一起唱 不懂唱的,你看看文字,希望你都能够透过文字里面去了解一下这五十年来的变化 好了,那我里面会讲到我当时怎样红 红是不单止是做事一帆风顺 后来有些工作还是经历了国际的风浪 以至到我当时有某些经历是可以直达天庭的 那时我的思想又很红的,红到怎样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的兄弟姐妹结婚 我一餐都不去喝的,为什么呢? 当时就说我怎样可以因为私人的事情而影响公家的工作 哇,多红啊,其实两者不是矛盾 现在人们说你这么没人情味的 我说不是没人情味,而是没人性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对立和割裂出来呢? 是吧?是绝对有办法可以调和协调的 你可以看我当时真的多红啊 甚至当时抛家气侵 但是我离开香港那时足足都有七年 我真的一个电话都不打回去 那你说如果去到这样又不联系又不懂 那为什么呢?就是当时很红啊 为了当时改革开放的中国啊 间接亦都为了中共啊 但是那时候中共是开放的嘛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本书里看到我当时的变化 有些相片很有趣的 大家可以看看这些相片 我当时的头发 真的是长毛巾来的 我将手向后 向后伸 已经可以摸到我的发脚的了 所以那时候 有些人说你不是那时候的长毛吗? 我不知道那时候长毛的头发是怎样的 但是总之呢 我后来的头发呢 最长的就跟他有得比的 你说这个不是傻佬啊? 好了 六四之后这个傻佬醒了了 是吧? 到今时今日六四已经35周年了 是吧? 只能够说一句说话 由天上面的云 掉了到地下的泥 那不要紧要 总之你认清楚那个形势 你知道 怎样是是是非 那不要紧要的 即每个人都可以是各金事而作非 当然建制就可以觉得 他的各金事而作非 就是现在呢 可以继续在体制里面向上爬 那这个呢 就将来再详细说 那正因为六四那个呢 我是唯一一个被点名的香港记者 那所以呢 后来呢 就有一段颇长的时间呢 是不得国门而入 但是我不会陷于悲情 那当时呢 有些 就是差不多 你快点走啦 差不多是要逃亡的时候来的 不过我当时想 香港还没回归嘛 是吧? 所以呢 相对是安全的 只要我继续理性 去做事 5050 的可能性 都会有的 所以呢 那时候 开始问自己一句说话 就是怎样呢 这个傻佬这个痴人 已经傻了那么多年 还不醒 还不醒 不醒 是不是正常人来的呀 所以你见前半生和后半生的对比呢 就是痴人梦醒 是吧 或者梦醒痴人 但是到最后呢 只能够是用疯狂的语言来自嘲 所以这个是我这本书里面的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呢 就是我不会纯粹去怀旧 或者以前是怎样 现在是怎样 但是呢 不知道怎样又有一些有心人 他一看 看见 因为以前有些东西已经发表过 他一看见你的东西 跟着 这个中国 或者中共的文化说不到 他觉得你是这样 他就不求证 他认为是这样 他就当是真的了 所以这本书里面 一辐射到今时今日那些东西 又有一些东西 是大家真的请大家多些支持 去找这本书来看 而你是作出公正的评价 究竟我又没有止喪骂 好了 举些例子先 其中有一首歌呢 我用《禅宴忠星》来写抽筋的 过去都跟大家介绍过 那现在的建制看到 有些人说 马上就大闹了 这个 你还在这儿 就是命运不灵 就是怎样呢 一抽筋 他有一句名句 抽风抽雨仇杀人 我刚好就跟《禅宴忠星》的曲子一样 我写完下去 抽风抽雨仇杀人 迎清风判绝令 那跟着呢 你这句说话 就很想说什么 我不是抽筋说不是我说的嘛 抽筋在大陆都是正面的英雄人物来的嘛 他反外国入侵中国 但是他同样反对清朝腐败 是吧 那你说他好人还是坏人呢 那毛泽东年代都被抽筋的后人 和其他人接触以致 将到今时今日抽筋还是正面人物来的 是吧 那这些建制就没那么多心了 好了 我那首歌里面 到后来还有两句说话 就是 今生今世爱精英 挽救苍生在族命 那就是这样 那有些人说 你这样暗示什么 有什么暗示呢 你们多心 我挽救苍生在族命 放在任何年代 平民 百姓 人民 你都要卑天吻人的嘛 你说水灾那么多 那你现在是不是要想办法 去 再续命呢 是吧 那所以呢 这首歌呢 已经有些朋友在那里唱的了 那 建制骂我 有时骂到我真是莫名其妙的 是他想到的不是我想到的 是吧 他 跟着 我说 喂 你告诉我我有什么罪先 那他就说 你看看你里面是讲秋锦 在1907年7月13日 是他负责的大通学堂 是清朝派一个元官李中岳 去清朝捉了秋锦的 那我又有什么问题是历史 怎样他们真是想象非受风护 点醒了我很多事 他就说1907年7月13日 到2017年7月13日 同样7月13日 发生了什么事 我说什么事啊 那后来我们就记得了 2017年的7月13日就是刘晓波逝世的那天了 历史真是这么重复啊 这么巧合是7月13日啊 只不过是相差了几年啊 1907到2017 大家减下 喂真的啊 那我说我写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的 虽然我记得 刘晓波是7月13日逝世 我当时我都刘晓波逝世的那天了 开始和现在 刘晓波是两回事来的啦 那结果呢 他一骂我 我说 多谢你 让大家记得回刘晓波逝世的那天 就是抽筋的大通学堂被清晓那天 谁知道他们那些人还继续 我还有什么错啊 他就说你包藏祸心 我包藏祸心 我已经是分文政治的了 是吧 他怎么说我包藏祸心 他跟着他找到的资料 1907年的7月13日 是唐力多少号啊 我不知道啊 他们跟着找到了 那天就是唐力的6月4号啊 啊 真是这么迷信 你说这么邪啊 这么巧合 喂 这个是我也想不到的 他们竟然可以这样 所以大家不妨找这本书来看看 你自己从头到尾 你自己去看看 我又没有包藏祸祸心 是不是啊 好了 那这个就真是令到我莫名其妙 另外一个 我也没有联系到今天 只不过是其中一部分 是说到眼前身边的新闻来的 但是呢 他竟然找到一宗 是差不多四十年前 我写的歌 我写的新闻 又说跟今天有关 真的冤灾网友 是说什么才说过 简单的 就是当时 我去采访特发新闻 你知道那时候啦 我不是正式所谓政治新闻 只是所谓特发新闻 其中有一个母厅 有一个母娘 那他呢 就是被人杀了 那跟着我去采访啦 那就发觉背后有很多辛酸血涟 就是因为他当年二十二岁 就是因为家境问题 就博入封尘啦 但是他很有见证 他当时为了其他姊妹的利益 他提出可不可以成立 母小姐公会 当时没有维权概念等等 他这样提出来 大家都觉得 哇 真是很前卫啊 那当时社会上面 就说 宽祥女子无珍爱 自作多情是蠢材 当时的信口溜来的 不应该是这样看的 那结果呢 当时一些社会言达 就去 就是嘲笑他了 就说 你这样是否想 将技巧发现等等 那他就 哇 据你力争啊 他就说 你们其他行业都有工会 为什么母小姐不可以有工会呢 那你说 我这个不是鼓励 那总之我将这件事摆出来 那结果一吵之下呢 爆了另外一宗新闻了 就是后来那些人发觉 原来这位母小姐的常客 就是批评他的社会言达啊 那大家都说 为什么你只是骂这些堕入 就是火坑里面的苦命人 你不骂一下当时 为什么这么多人 包括当时的港英政府 哇 黄岛独黑 什么都有啊 那接着有多少人包枪被倒啊 那你又不骂一下那些人 那结果呢 那这位青年女青年 在抗争的过程里面呢 就是预害了 后来某些社会言达 是因为没有人顶正的 所以就没有罪咯 是吧 误杀罪又没有 什么都没有 到最后呢 反而有个罪名 就是说他自己 自杀死而已 所以当时我写了一首歌 就是讲这个 这个 女士的悲惨 那首歌叫做脱亡青年 脱亡青年就是因为他后来逃走 逃走 那这个 弄烂那个枪花 当时三楼他脱下去 拿着把遮掩 希望射一下力 射射封力 那谁知道被人发现 拿着把遮掩打他 这个都是我后来去采访 那些人 那些姐妹都告诉我 那他命硬了 遮断了 但是他可以继续 就是争取下去 那我当时呢 是经常写新闻故事的 希望能够用新闻故事反映了 但是呢 又有一个 卡住啊 卡住什么呢 他说 哇你这样写他的新闻故事 又是讲 哇他要成立 没有小姐工会 万一 他成立了 就去找工联会 怎么办啊 我说我想都想不到这件事 他成不成立得到先呢 结果后来的新闻故事是不准讲这一笔的 那我只能够以歌忌情 就写了一首《脱望青年》 因为他后来死了 真是摆脱了那个陈世的网了 所以那首歌叫《脱望青年》 好了 四十几年前的事啊 那现在呢 竟然呢 有人 咦 唱啊 大家买一本书来看一下 那里面讲什么 因为大家有个感慨 因为 不看过文字呢 有些人就说 你说脱望青年啊 原本这个青年是指清水的青 莲花的莲 因为他真是嘛 他真是希望结身自爱嘛 到最后 那些人说 青年 咦 是不是就是青年人的青年啊 因为没有那个 歌词看到的嘛 于是 那些人就说 你这样说脱望青年是指什么啊 我说就是指那个女孩的悲惨生活啊 那你看看现在的无限上纲 是上到这样的 那所以 我说 我不讲那么多 大家去自己找这本书来看一下 大家给一个评价 我有没有指桑麻怀 好了 这两点讲完之后 于是很多人就说 这个人这书有很多密码的 我说哪有密码呢 你自己强硬加个密码 我只是以前写过一本书 人性密码 我这本书里面是很多人性密码 或者是心灵密码的 你们有 即是有些人呢 建制也好 官员也好 如果你没有人性 没有心灵的 你就解读不了 但是就不要按你那个的 自己那个 思维去解读 猛地讲 很多密码 好了 其中有一个例 这个都没 他突然间 哎呀 我都说 有时的东西你是想不到 他们的想象力是这么丰富的 我里面有一首诗 是讲梅艳芳 和雍美龄的 雍美龄新一代都不记得她是谁 雍美龄在八十年代 香港便时 红透一时 他演 《蛇雕英雄传》里面那个黄庸 超黄庸 那他演到 《蛇雕英雄传》里面那个黄庸 大家都很疼她的 那当时 为什么呢 雍美龄是很早逝世 应该是二十六岁 那她那时候 逝世 在香港 那 大家有兴趣找 不是有兴趣 想知道什么事 大家去找 她当时是煤气 之下死的 总之 大家去找 因为这些历史的东西 有时大家去 就是 關心的重點就夠了,後來他媽媽和他舅父,我們個個叫他舅父 就覺得翁美玲生前畫了很多畫,那些畫是很有愛心的 如果把它拿來拍賣,是不是可以替英國的華人史大學校籌款呢? 因為翁美玲是來自英國的劍橋 後來找到我,我說好啊,翁媽、舅父,你們有什麼我可以幫忙 於是整個畫展、籌款過程我幫忙的 那時候剛剛梅艷芳去英國我跟妹妹說 你第一個買翁美玲的畫最好 為什麼呢?你買翁美玲的畫,你第一個 我們跟著看,那些畫畫當然會跟著,阿妹買了 他們就會陸續捐獻的了 但原來當時大家都知道要給大台面的嘛 大台都覺得他都想拿來籌款,於是就找人過去 就是希望拿到這些畫,那如果是這樣阿妹買了 那跟著那些畫就留在英國 變成她就要考慮她那個關係的平衡了 結果阿妹怎樣呢?一拿就拿了一千元出來 那當時一千元不知多還是少,對她來說 你先拿去,其他的款項以後再給 如果還有什麼需要再給她 你看她那個豪氣,不單是豪氣,是合氣 她不會理會有沒有什麼人事公關的關係 她覺得有意義就做了 於是我後來寫了一首詩 床頭詩就是念梅艷芳和翁美玲 前面那首《七言律詩》前面就是這八個字 那很自然,是吧? 那怎知道這首又很久之前 八十年代寫的詩,現在又被人罵了 他罵什麼呢?其中有兩句 大家可以看看螢幕,那兩句是怎樣呢? 就是《同舟失卻驕銀行,翁家重現,朝王庸》 就是說《同舟失卻驕銀行,行人茶》 就是說《同舟失卻驕銀行,行人茶》 《翁家重現,朝王庸》 就是說他演活王庸,是很自然的 怎知道現在又罵我,是罵到怎樣呢? 很過癮,他們那個奧斯卡金像獎 都找不到這麼聰明的編劇 就是怎樣呢? 他就說《同舟失卻驕銀行》這個是一句反思 反思?這麼大嘴嗎? 你解釋給我聽怎麼反思? 他就說你看,裡面是不是有《周》、《行》、《同》三個字? 《同舟失卻驕銀行》 是不是有個《同舟》? 《同舟失卻驕銀行》 《同舟失卻驕銀行》 你還不是拍攝《周》、《同舟失卻驕銀行》 我只能夠說一句多謝你提起大家 記得、記住《同舟失卻驕銀行》 但你看看這三個字 完全跟《周》、《同舟失卻驕銀行》的名字完全不同 《同舟失卻驕銀行》是周滔的那個《周》 就是比較複雜的《虎頭編》那個 我現在這個呢? 是慶州以過萬曹山的《周》 好了,《同》是天上同雲單字做三撇的 我這個《同》是相同的《同》 好了,至於《恆》 《同》的《恆》是行運的《恆》 這個是真是吃得那些《恆人》的《恆》 那你怎麽聯想到我這裏講周恆彤呢? 是吧? 他們就說你當然了,你自己不認而已 他可能要邀功,向上面講 我說我這首詩是寫在一九八幾年 應該是八五至八七年左右的 那時候還未發生六四 怎麽可能會上江上線上到現在 哇,真是塌塌塌 我說你厲害,真是你厲害 所以如果你說,我這裏講 《同》是周失卻驕銀行 真的這個行是指一個人的話 我復了你,我只能夠說蘇幸璇,黃幸秀 新一代不記得了 但老一代一定記得了 當時的非常著名的演員 你說金草演員也好 我原意是說 就是因為他們退出了藝壇了 所以他們現在 就是同一個藝壇裏面 就失了這些好的演員 原意是這樣 你爲什麽 哇,現在那些鬥爭文化真是很厲害 所以我只能夠說 真是肯請大家自己去找本書 買本書 然後上文下你自己來做個判斷 說起這些很多 真的很多 我裏面有很多是說香港山水的 因為我已經遠離政治 有空去逛山 我裏面有很多是說香港山水 希望大家強身健體 譬如說去到這個西貢橋咀 有一個天使之路 它其實是一個沙石的堤壩 水漲的時候就掩蓋了水退的時候就露出來 我裏面又寫了一些詩 那些人就說這個天使之路 其實就很懂得進退有道的 那我是寫警 那些人就說你還不是教人進退有道 護者東風 我多謝你 你提醒了我過去講過這麼多的金句 那些人說金句 我說這個金不是金銀同帝的金 這個金是金斧的金 我多謝大家 你當金句就是金句 那還有很多 如果大家去堅尼地城 地鐵站一出去 最近也有介紹過 那個石牆樹 那些樹根攀成這樣 那我說石牆樹很厲害 那些人就說你還不是暗示石牆花 那你又這麼亂想得很厲害 那總之就是大家去找這個內容來看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很多文碼呢 那到最後我希望能夠是上升到一個文學文化文藝 為留下的人為出了海外的遊子 去保留一些香港情懷 所以我是盡量向文學的高度 盼盼做不做到 做不到就是傻佬而已 所以我只能夠說是 夢醒痴人風雨昭 大家如果有興趣 書展見 因為現在書展就開始了 請大家多些支持 如果沒有時候去書展 或者海外的朋友可以看一下這條連結 這條連結裡面可以上網買到我這本 夢醒痴人風雨昭的 所以希望大家 其實是平靜的心 來看回這五十幾年來的變化 然後大家安靜 平心 健康 我經常說 健康不夠健康 包括心理的穩定 然後繼續快樂地 快樂地是自己心裡的 然後沉實地 精神地活 活出精神 好了 今天跟大家交流到這裏 書展見 然後大家希望看完本書之後 買來支持 然後再給我更多意見 好了 今天時間已經花了大家很多時間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